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菜 疫情啊就是這麼的久 很多人啊一天到晚還是問我說 阿菜你那朋友怎麼看疫情 你不是有朋友是滴情嗎 阿菜你怎麼沒有請機師來呢 OKOK你們都知道阿菜很忙忙著打電動 今天我們邀請到我們好朋友默默 以及我們的御用機師 小哈 OK歡迎他們 哈囉大家好我是露波 嗨大家好我是小哈 其實大家都會有很多疑問 你們機師到底都在幹嘛 一直都在管啊 都在隔離啦 那你不是有家人嗎 你應該是有家屬的吧 對啊對啊是 那就是很很辛苦 因為你完全都是沒有辦法回家 你只要有上班那回來的話就是隔離 你是非民航還是 對我非民航然後主要都非歐美 我們其實是客機 但現在因為沒有客人 所以都是客機在火 對 一個客人都沒有 他真的好認真回答我 因為本來想要問說 你飛機上都是真的人嗎 哈哈 沒有可是飛機全空 看起來是很可怕的耶 99一次 那我想問一下 你們是幾個人飛 現在站上大部分有四個 啊我其中有一個是女生 還跟你搞曖昧的話 那你不是就可以偷偷摸摸的 跟她到客機後面 就是覺得好happy 啊抱歉我離題了 不忙太起 另外一個話題 應該不會因為那個時間都很累 都是熬夜 應該大家都想辦法睡覺而已 真的假的我想說有一個那種 內設機上相機 設內我講錯啦 設內相機 設內機上相機 我講設內啊 好所以基本上隔離都多久 隔離天數都在變 但最近的話是就是五天 但在隔離內的五天 他馬上就可以再派飛 那就是看你要飛幾個班 基本都是兩個長班 那有時候公司會問可不可以支援到三個 但他都不太能回家 所以你多久回家 就算天數變少他還是不能回家 對 因為基本上我們一個月正常來講的話 一個月通常都至少會有一個十天 然後再加上一些上班的日 其實每一個月回家天數大概就是個位數 聽過最扯的是五十幾天只回家三天 所以如果這麼久的話 你們在飯店裡面幹嘛 那很多人都想說住飯店啊 會好像很爽 就是可以看劇看到風啊或什麼 其實完全沒有 其實你一直觀光到最後 其實你連一部劇都看不太下去 他們各種裝備都帶到飯店裡面去 在飯店裡面露營的啊 然後還有人帶啞鈴 聽過最扯的是不帶跑步機 直接跑步機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 隔離的時候這麼久 可以脫掉外收茶嗎 不用 阿香米就真的 合理吧學長 你們不會好奇嗎 會會 當然不可能 那之前為什麼有新聞 那雙新聞你知道嗎 你的感覺是什麼 因為機師其實就是被罵翻啦 我覺得不能以偏概圈 因為其實大家真的都過得蠻辛苦的 這個工作是一個很高壓的工作 然後加上你又不能回家 其實所有的壓力都在 都在身上 你會擔心自己也中標嗎 我覺得中標還有大家 可能是被移掉 那你說怕什麼 你要什麼怕什麼 你怕被查出來嗎 請問 沒有是你連回家 像我之前有一個是 他連回家看父母都被弄出來 所以連他的老家在哪裡都知道 住的地方的社區的人都會知道 然後他們的住戶就會在他們 Line上直接講說 到底哪一戶是司機組員 然後還叫他們把那個都供過 只是我們覺得這個圓太好了 那你覺得新聞標題對你們來說都是 看了會覺得怎麼會這樣跟我們 說我們嗎 會啊會啊一定會的 因為像是我們很多同事都沒有小朋友 從一開始的時候 學校也會禁止小朋友去上去 小朋友他們之間也會同 他爸爸是機師 他很髒不要跟他玩 他身上有病毒的細菌 天啊 好吧那我們現在來聊聊 那個不肖機師 你有什麼聽過 有媽祖託夢給你例子 可以講出來說 他們真的是很母湯 好我想說我們知道的事情 其實都是被新聞爆出來的 我覺得就是大家很多 去私下做這些事情 我們都不會講 因為他覺得講出來就是風險很高 萬一你可能偷跑出去 或是帶別人來家裡面啊 或什麼 因為只要真的被被關久了 你就知道人為什麼想要 逃離這個地方 亂講我好想被關欸 我隔離的時候不知道多開心話 每天坐在家裡打遊戲 然後隔離時間到 還很傷心的說 我的隔離時間到了 那我想要問問 你自己在裡面都做了哪些事 我一開始有帶那個露營的東西 就是說希望說 不要一直很想住飯店 你說天影嗎 對對對 然後還在那邊幫我飯店 拍得很像那種 露營雜誌風景的那種照片 我曾經還想過說 要去買那個雙人的帳篷 你很扯欸 但是我真的之前曾經考慮過說 買一個那個小的帳篷 然後把它放在床上 你就可以睡在裡面 就覺得很像不是在飯店裡 因為我一直不太懂 你們被隔離的流程 因為如果我們 我們去上班的話 我們飛到一個國家嘛 很多國家其實他們 不太管說你要不要出去 因為他們覺得很人權的事情 他們不管 那是因為我們的CDC 就會壓著公司 就是他們不喜歡我們出去嘛 所以他們最後討論出了一個方案 就是在國外的飯店 跟我們一次性房卡 你逼進去的時候 那個門以後 你的卡就消遲了 所以你只要一出去 你就沒有辦法再回到你的房間裡面 對 然後你去要一張新的卡 你就會被知道 你跑出去了 然後他們就馬上通報回公司 只要一這樣子被懲處 就是下地勤 就是停飛 對啊 所以沒有人敢去讀這種東西 那你可以很清楚的 跟我講一個Roster嗎 譬如說你飛到德國 那邊是需要被關的嗎 你整個的那個可以跟我們講嗎 那比如說就拿德國來說 好了 我飛到那邊大概會關 大概27 28個小時左右 從我們台灣出發到回來 大概要四天 那四天回來的時候 通常會是台灣的凌晨 每六七點五六點這樣 那你會再關一個24小時 久的話會到 在台灣會待大概48個小時 然後再去一次德國 所以大概又要在四天 四天再回來的時候 你的當天是 當天是要隔離 但是不算天數的 他們說這個回來叫做第五天 你早上一點鐘到台灣 跟你晚上十一點到台灣 結果是一樣 就是你要從隔一天開始算五天 所以你看前面的兩個四天 加起來八天 然後再加台灣的一天 或者是兩天 這樣就已經十天了 再加後面回來的五天 就已經十五天了 所以你只要上一次辦 大概就是十五天 那你十五天完以後 回家可能 如果還有一天 你回家一天 然後再 回兩天 那這樣請問就是 如果有結婚的夫婦 性愛會增加嗎 你是當兵的概念是不是 不是我想知道 我現在是代表民眾 我回家都超累 因為你還有這麼衣服 什麼要洗 不過老實說 其實那回家真的很累 大家可能沒想到這一塊 你是一堆衣服 因為你又隔離來隔離去 然後可能又要譬如說 你要繳什麼電話費 對啊 能辦的什麼都要馬上辦一辦 你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真的很難有幸運吧 你還記得就是幾年前 那時候日本發生事情 輻射事件 然後剛好我就被排到 欸 其實我飛完 心情也很差欸 因為就有擔心自己的身體啊 真的回到家 就算飛完了 也沒有什麼開心感 就想要來一發都很難 沒有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 都會覺得說在飯店隔離 好像是一個很輕鬆的事情 我跟你說 因為大多數的就是人民 他們跟我們不一樣 因為我們實在是 住太多飯店了 真的很多人他們去飯店會很興奮 然後又有人送東西給你吃 你又可以吃那邊的東西 我為什麼現在沒有回香港 因為現在香港又是 變成七天 第一個飯店是訂不到的喔 一定要強而且極貴 然後像我們在某一些 像是歐美啊 因為美國從很早他們 就解除這個東西 像以前去的時候 飯店他們口還貼說 這個房間已經消毒過 但之前的時候 美國就早就開放 他們房間是完全不消毒的 那些人都去 所以難怪有一些 就是去國外之後回來染疫 他根本就沒有出房 他說他是不是出去玩啊 一定是抽跑出去啊 在哪都是關啊 所以你會覺得說 我們又沒有碰到客人 你真的覺得 飯店裡面 他什麼東西 什麼杯子什麼東西 就算客人沒碰過 他也不會幫你換新的啊 那你覺得 亞洲航空或台灣的航空 應該也知道其他國家 航空公司怎樣 比較之下 你覺得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根本就是超XXX 台灣整個就是 就是我們要到別的國家 我們跟空服人一起嘛 我們在台灣 從公司到航廈 我們是要分兩台車的 可是我們到了當地 全部會合載的台車啊 而且國外根本就沒有 你再管 因為大家都在開啦 然後這麼多國家的人 連口罩都不戴 然後新聞都 每天都寫得好像 喔國外很嚴重啊 國外多恐怖多恐怖 可是你去看他們 就是跟我們以前一樣 對 因為我們還要戴護目鏡 很久 然後覺得你到底在幹嘛 然後我甚至有朋友 自己就是去法國聚餐嘛 他也算隔離上的 他說他一到杜拜轉機地 所以馬格力拖了 他說我怕被打 都穿在台灣又被打 然後穿又被打 其實我現在都覺得 以後恢復旅遊出去 亞洲以外的國家 會有點怕怕 覺得人家會不會 因為覺得是亞洲人 然後就攻擊你 尤其是歐洲 南美洲應該很嚴重 欸你知道很多民眾 他們是不知道 機師 就是什麼飛機都可以飛 有空的就可以上去開 你來發誓是不是 不是吧應該就是 機師有分 飛一般的跟非戰鬥機的 那個是完全沒有一點概念的 所以才會講出戰鬥機這件事情 航空公司的機器 它就是分兩種飛機 你進公司的時候 公司就會安排你說 欸你會先學 飛哪個機種 還是波音 但我們空姐 所以我們學完那個之後 過六個月 三個月吧 三個月我忘記了 三到六個月你們會交換 你等於說飛波音的 你就會去學Airbus 飛的防線就不一樣 像我個人是喜歡飛波音的 波音都飛美國啊 就是我喜歡飛歐五美國家 所以我就是 Wing Lotion這樣子 那機師他們也是 不是說機師 每一台飛機 他們都會飛喔 飛一個飛行員 通常在台灣大概只 你在沒有很特殊狀況下 只能飛一種飛機 那請問小哈機師 你是飛哪一種飛機 我是飛350的 Airbus 350 它是飛350 它算滿新的 所以空中巴士是屬於 載人的 完了 這個是完全沒有概念的 對像我們主要就是 一個是波音 一個就是空巴嘛 為什麼說我們不能去 飛其他飛機的原因 是因為每一個飛機的系統都不一樣 它為了讓你不要搞混 所以它都會限制說 你一個人只能飛這種飛機 對 因為譬如說 放那種逃生的物品啊 或是滅火器啊 或是什麼東西 我們都要廢嘛 它的位置在哪裡 我們都要非常清楚的知道 一發生事情的話 我們就可以馬上去把它拿出來 他們兩個飛機機型所放的位置 是不一樣的 對是完全不一樣的 很明顯的就是 他們只能飛一種 但我們有沒有要飛兩個 很可能 他記得東西沒有他們那麼複雜 我覺得我們也挺複雜的啊 對我看過你們是不是那個 曹生態度要飛 但是他們那個 他們那個書唸起來 真的是很瞬間啊 對所以 好這是一個小知識 如果你現在還覺得 機師每一個飛機都能飛的話 就是叮叮好嗎 基本上呢我想跟大家講的就是 我身邊真的很多空服員啊 機師啊 他們真的過得很辛苦 大家也不要一篇改全 或者是做一些 無知的攻擊 OK 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 掰掰